经论上所说的 引起我们怀疑 念这句佛法哪有这么大的佛报 但是 祝佛如来的言语 是真实语 没有丝毫夸张 句句都是老实话 你不能够接受 不能够相信 那是你的佛报不够 智慧也不足 确确实实的无良之福 你做什么好死 求什么 还不是求福求会吗 但是 什么样的好死 都比不上念阿弥陀佛 穷人们听到 又负了 他想做福没有钱 听听阿弥陀佛是修大佛 这个他高兴的 他听着念的 果然没错 这富贵人 这一生富贵想完了 来生品酒 这念佛的人呢 他就寄回来了 他修了大佛道 大佛道 来生的大富贵 这也就是风水浪流转 很自然的现象 穷人看到富人 不羡慕了 为什么呢 四十真相了解了 他有福 从哪来的 过去三中念佛来的 念佛功夫并没成就 成就到极乐世界去 做佛了 佛报更大了 极乐世界没去尘 来生佛报 这都一点不假了 永当原理 三途之恶 恶是苦恶 三途是 我回地狱出生 念佛的人 永远不读三五道 为什么 念念都消业障了 都在化解罪业 真叫消灾灭难 为什么不念佛 常常念佛的人 念念都要想到阿弥陀佛 不要想别的 想别的全错了 念阿弥陀佛就对了 命中之后 借得往生彼腐插土 这一句话 不是假话 时时多多 经论多数 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 这部注解 从前到后 这句话说得 非常之多 那这部注解 看了一遍 别的不记得 这一句记得 重复次数 太多了 重复次数多 就说明 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 命中之后 决定往生 极乐世界 请尽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 念念不忘